大家好,我是马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尼西亚南达大师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寺院 我背后其实是大师当年在马来西亚出行的时候用过的物件 包括这个椅子 所以这些是可以叫Sammati 就是大师用过的物件 然后想要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分享 今天早上大师在他的脸书上所分享的一些内容吧 我先跟大家念一下,然后再跟大家翻译 I am an Hindu video means whatever best gifts like knowledge, non-violent lifestyle way of blissful, coexistence, science of enlightenment and creating enlightenment ecosystems Hinduism offers to the world taking that to the world and whatever anti-Hindu Hindu-pro-bic Hindu-pro-bic elements did to Hinduism including associations, rap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children genocide, lawfare, systematic defamination defamation discrediting and ultimately making it legitimate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me and my Sangha faced it and suffered it and handled it all and handled it all in non-violent non-violent way of Hinduism and after all this persecution both me and my Sangha stand community stand strong with our commitment to Hinduism because Hinduism is the best and greatest gift given to the world by Paramah Siva only by keeping Hinduism alive we can keep planet earth alive save Hinduism to save planet earth please share this to all and make whole world Hindu videos and save planet earth let's all declare ourselves as I am a Hindu video 我是一个印度教的个体 意思是说呢 不管是最好的 任何最好的礼物 就像是知识 非暴力的生活的方式 幸福 怎样感受幸福和 怎样幸福的在一起 共生 众圆满的科学 和 创造众圆满科学的生态系统 印度教呢 给世界 让所有的这些礼物呢 都分享给世人 不管呢 反印度教的人 和恨印度教的这些成分呢 他们怎么样残害印度教 包括 大师后面讲了不同种类的迫害 比如说间谍刺杀呀 强奸呢 对这个父母 对这个女性和孩子的 暴力 种族灭绝 法律事件 系统的这个 从内和外的分化 分离 并且呢 让它 这种分离合法化 我和我的组织 Sanga呢 都面对着这些 刚才所讲的 所有一切迫害的方式 并且呢 承受了这一切 用非暴力的方式 在处理这一切 这一切呢 迫害呢 之后 背后呢 我和我的Sanga 非常勇敢的 站立着 支撑着我们 对印度教的 坚定的信念 因为呢 印度教是 Paramashiva 给世界最好的 最伟大的礼物 只有呢 让印度教活下来 我们才可以让 地球 活着 拯救印度教 拯救地球 请分享这段讯息 让整个世界都变成 印度教个体 Individuals 拯救地球 让我们都 宣言自己是 Individuals 印度教 就大师呢 是在强烈的呼吁所有的人 都能够认识到 印度教 为人类所做的贡献 并且呢 因为他的真实 他能够给人真正的 自由 和强大 才遭受了所有这些 反对印度教势力的迫害 因为这些势力 事实上是反对人的自由和 自由意识的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看到这个事实 背后了解 大师在做的事业对人类的意义 它是我们生存下来唯一的 救命稻草 可能性了 所以呢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 能够 站立起来 宣布你自己是 Hindividual 能够为印度教的 传承和发展呢 做出你的贡献 其实不需要 非常大的 事业了 你也可以从 让自己身边的人 了解印度教开始 一点一点的 跟随着大师脚步往前走 我刚才在 跟马随陀 随陀老师聊天的时候 他还说 有很多人觉得 他非常让人受启发 因为他说呢 他从一开始 什么都不懂 然后呢 也没想过自己不懂什么 就只是 有什么可以帮大师做的 他就去做了 大师是会帮你计划 给你最适合你的 让你提升的 在这个过程中的 事情的 就是不停的为大师 不求回报的工作 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和大师活在同一中的 他会 不停的 shower 就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当然 在你为大师工作的时候是 不会求这些回报的 这个是最真诚的 对大师的爱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没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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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到